先来说说韩剧《模范出租车》的五大看点 一是以暴致恶,整体看着舒服 二是男主动作干脆利落,看得很爽 三是切到社会痛点,公平正义是永恒的社会话题 四是跳出了常规的单元剧模式 有串联起来的处理剧情,因此观看起来还不算疲态 五是情节衔接虽然细节不到位,但是真的非常爽 《模范出租车》改编自同名高分漫画 是一个替别人复仇,并完成自己复仇计划的痛快故事 有一种社会给不了的正义,由我们来审判的感觉 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出租车,隐秘的复仇广告 以恶制恶,成恶扬善的神秘组织 这些元素汇集在一起,有股复仇者联盟的味儿了 一个强奸,性骚扰未成年的罪犯 司法部以他处于心神微弱状态 而驳回无期徒刑的申请,判其十年有期徒刑 这个理由可笑吗,很可笑 最该被保护的是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 而不是实行罪恶的犯人,司法部那所谓的同理心 用来给犯人减刑,保护犯人利益 那是又来保护受害者呢,年满18周岁的姜玛丽亚 虽然是智力障碍三级的残疾人 但他很认真,很努力地拿到了瘟尔的资格证 期待着工作后,能给保怨的弟弟妹妹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威胁,善良温和的人 却被坏人利用,带到了一个食品发酵工厂 被暴力殴打,性侵,这些都已经远超他的承受范围 他站在桥边,嘴里说着我不想死,可放眼看去 繁华的城市里没有一人能拯救他,所以他只能死 模范计程车不要死去复仇吧,我们替您解决 这句话映入他的眼中,像是最后一点星光 而他也抓住了他,即使在善良的人 在被恶人狠狠伤害后,也不会轻易选择原谅 玛丽亚选择了惩罚坏人,于是,模范出租车出动了 伪装成城市企业家的黑心老板 无视罪恶且同屋河流收取保护费的巡警 靠着欺骗,贩卖残疾人来获取保贷业绩的保险设计师 这些人坏得隐秘又肮脏 穿着光鲜亮丽,暗地里却做着第三下四的买卖 普通人,在他们眼中都是可以收割的肥羊 他们只要想,就可以任意剥削,杀人犯可恶吗 可恶,那不杀人就算是良民了吗 自然也不是,被曝光,通缉,逮捕的罪犯们 居然能凭借人权两个字获得同情 实在是华天下之大忌 如剧中张承哲代表所说 是这个社会的错,用廉价的原谅培养出了那种怪物 无关人士里多的是秉着好心替罪犯说话 因为他们也是人,抗议罪犯的也大有人在 可最后又有什么用呢 大家争来争去,一群局外人不是想扮演上帝 就是想扮演同情者,真正的受害者 有的还能为自己哭泣 有的只能带着绝望和痛苦离开人世 没有经历过,是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的 单纯的难过,同情,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明明有着正义,却最终靠向了恶魔那方 这样的正义无法满足受害者们 这才有了模范出租车 得不到的正义,宁愿违反法律 也要亲手执行,不是为了英雄主义 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纯粹是看不过去这样扭曲的状况 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犯罪 那好吧,我们宁愿冒着被抓捕的风险 去把那些垃圾清理掉,还世界一个美好平静 这就是模范出租车的初衷 尽管听起来有些疯狂和偏执,但不得不说 混杂着暴力血腥的正义 有时候的作用远超那些繁琐的正义程序 模范出租车就利益和现有内容来说 很热血英雄范 主角们也真的是做到了以暴制暴 成奸除恶 比如和放高利贷的白会长合作 把那些坏人送到他那儿监禁起来 打造另类的垃圾桶 只是不难看出张成哲代表那积压了20年的怨恨 已经逐渐有了失控的苗头 要知道,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或许不久他就会跌入深渊 摘上血腥,背负罪孽 而作为主要执行人的司机金道琪 男主 听从安排执行任务 他背负的怨恨是否也会让他陷入疯狂呢 整部剧集前大半部分都是双线叙事 守法线的正义线和法外的复仇线 正常来说双线叙事 双线应当各自的核心人物坚守住自己的观念 在这个基础上双线彼此纠葛缠斗才是双线出彩的地方 双线各自可以有阶段性的妥协 但是不能完全脚枪投降 因为这是根本上的自我价值否定 有想要一直看下去的冲动 有的地方还挺感动 感觉跟国民死刑投票讨论的是同样的主题 当犯人无法被法律惩戒 受到伤害的人们该做和选择 检察官所代表的最正确方式 和模范低势代表的最正义的方式 所存在的冲突非常有讨论意义 因为存在很多在法律和制度下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和惩罚的错误 是不是应该让这个社会有这样一些 在法律之外剔弱着解决问题的人呢 公检法是为更公平的正义而存在的 当抓捕恶魔的公权力与他们狼狈为奸的时候 会出现哪种怪物不是很显而易见了吗 许下的誓言 初心 良心 这些都比不及金钱的诱惑 可是受害者们黑暗的记忆 痛苦的神情 悲伤的泪水 看到这些的时候还能如此泰然自若 自称是正义的人都能成为恶魔们的帮手 那人们还是否应该相信他们 在受到伤害时 第一时间是否去寻求正当的方式呢 胸怀正义的从业者 在无能为力去实现正义时 内心应该也很痛苦吧 明知道追溯器的存在有合理之处 但是却因为追溯器过了 而无法帮助到受到冤枉的人时 内心也会有怀疑吧 受害者说失去了所有 凶手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这合理吗 追溯器比人还重要吗 因为触犯减刑 因为精神疾病减刑 因为反省减刑 可是受害者根本不在意这些 这些永远也无法抚平受害者心底的伤害 他们的生活也永远不会再回到事情发生之前 意味着受害者们一辈子都要活在愤怒的火焰之中 这是法律所不具备的人性 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是宁可放过一百个罪犯 也不容许惩处任何一个无辜之人 一个也不能冤枉 这是人道主义所能做出的正义 法律不够完善 模范出租车却守护了我们为能用法律保护到的人 模范出租车所使用的方式虽然不正当 但是正义 法远全境 法律天高地远 权力近在眼前 拳头也近在眼前 模范出租车是选择了最正义的处理方式 惩罚了恶人也尽可能减轻了伤害 还会帮助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所以模范出租车与清鸟基金会是相辅相成的存在 因为有了他们也能保护需要帮助的人 发现了